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空穴来风的故事吧 轩原有位学生名叫宋玉 是楚国著名的文学家 有一天他陪着楚国的请相王到蓝台游玩 当时正好有一阵风吹来 请相王迎着凉风敞开衣巾说 这阵风真是凉快啊 是我和百姓所共享的 因为请相王一直以来都只会贪图享乐 还听信小人的话 将屈原放逐到拼远地区 宋玉一直不满意请相王这样的行为 就借着风来挖苦他 宋玉对请相王说 这可是大王独享的风 百姓哪能共享呢 请相王听了很纳闷 反问 风是自然的产物 不分地位高低 所有人都可以接受风的吹拂 你怎么会说这风是我独享的呢 宋玉提出他的老师 屈原说过的话 指数上的小枝条弯曲了 才会招来鸟儿在上面竹巢 有了空的洞穴 自然就会把风招来 宋玉接着说 风所依托的环境不同 气流自然也就会不同了 像这座高台 是位在皇宫清幽的地方 吹来的风当然清爽宜人 但只属于大王和贵族们 而百姓们居住在污秽 地势低下的狭小巷子里 混浊地区所吹的风 交杂着泥沙和臭味 当然无法和大王感觉到的清爽凉风相比 宋玉继续说着 看到请相王疑惑的表情 宋玉冷冷地对他说 因为承受风的环境不同 对君王来说是一种享受 但对百姓来说 却是一种折磨 宋玉最后说道 您并没有设法让山上的风 吹到山下去 老百姓怎么有机会 享受到这种清凉的风呢 请相王听了这番话 感到面红耳赤 闷闷不乐地下山去了 宋玉希望借由这段话 让请相王能改善 人民艰苦的生活环境 后来人们用空穴来风 来比喻 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事情会产生 通常都是有原因的 或者是比喻 凭空编造不时的传言 小朋友 听完空穴来风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宋玉陪请相王到蓝台游玩 请相王是一位贪图享乐的君王 没有重视人民正在遭受苦难 过程中 一阵风吹来 请相王感到很凉快 认为百姓的感受也和他一样 故事的结果 宋玉借着风 来提醒贪图享乐的请相王 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空穴来风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忍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为什么宋玉认为请相王吹的风 和人民不一样呢 你有听过哪些空穴来风的传言吗 对于凭空编造的事情 你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空穴来风 是形容事出有因 流言会趁着有空隙的时候传入 它还有另一个意思 是凭空编造不实的传言 当空穴来风 是形容事出有因 流言会趁着有空隙的时候 传入的意思时 主要是用来表达 事出有因 它的例句有 流言虽然不可以轻易相信 但毕竟空穴来风 总是事出有因的 当空穴来风 是凭空编造不实的传言的意思时 主要是用来表达不实传闻 它的例句有 网络上散播的一些消息 有时只是空穴来风 千万不要相信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当空穴来风是指 凭空编造不实的传言的意思时 有哪些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流言肥语 捕风捉影 无中生有 相反的成语有 实事求是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